可是老師那個是 就是很糾結 對 而且有些事是累積 而且有些事是還沒有 還沒有發生之前 你不會料想到的狀況 就像我家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那因為三個小孩都還很小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我跟我老公睡覺是 把三張床併在一起 然後全家五個人一起睡 然後我們就讓小孩睡中間 然後我們兩個睡旁邊這樣子 然後睡前的時候 我就會跟每個小孩 每個小孩都說媽媽抱抱 然後我就抱抱大兒子 然後二兒子說媽媽抱抱 就抱抱二兒子 然後小兒子說媽媽抱抱 我也去抱抱 然後結果抱完之後 我老公就說老婆抱抱 然後結果我兒子就這樣 你也去抱你的媽媽 我在抱我的媽媽 你也去抱你的媽媽 所以我兒子跟你 跟爸爸爭風吃醋 對 我兒子就會覺得說 很奇怪 就是我們每個小孩 都要抱自己媽媽 你怎麼沒有去抱你媽媽 你幹嘛抱我的媽媽這樣子 然後我害我老公 就覺得很好笑 但我後來一直很記得 這件事情是因為我 我後來發現就是 好像我真的就是花蠻多時間 在跟小孩相處 然後很多的親密關係 很多的互動 都是在跟小孩 所以這也是造成 你這邊就是你這選項之一 就是性生活不美滿的原因之一嗎 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就是我跟小孩的互動太多了 而且我又三個 然後 三個孩子好累哦 對 我真的花太多的時間精神 還有所有的愛都在他們的身上 然後所以我跟我老公 就也是這樣子跟小孩子一起睡 大概有了 多久啊 可能又有個四五年了 可能有四五年了 對 就是要一直這樣子睡 然後所以我們就久而久之 也有一點疏遠了 在那方面的關係 已經有一點疏遠了 就連我們現在走在路上 如果我們相約去看電影 有時候他說 小心紅燈有車子什麼之類的 他牽一下我的手 我都我心裡都會覺得 好像有點 會覺得很感動 還是說 沒有 覺得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 對 講說 他怎麼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這樣互動